iRose智能空氣身 家居新生活 iRose智能空溫床墊 源於日本最新科技產品 以行業首創的空氣應用技術研發出 Aircycle智能空溫床墊 實現冬暖夏涼、殺菌除满、胸皮除濕功能 智能空溫床墊 採用柔軟親膚的優質面料 享受鐵芯的舒適碎感 彈簧胸托層精準承托人體 舒緩飾壓 有效延長深碎時間 四邊防護加固 精湛的圍邊工藝 一針一跡進顯象深獨具 床墊採用複合式五層結構 親膚纖油面料層鐵芯書碎 複合3D結構層多達130萬平米的支撐底 強大支撐性和透氣性 讓空氣高出迅速流通 更有熱內首創的 Aircycle空氣循環系統 配備iRose自主研發的i智能芯片 能夠精準控溫、智能行溫 實現零現時低控能、高精度的全感調節和響應 採用進口高效電機 實現大風量環流供應 更有低至22分貝的靜音效果 三重專利技術有機連動 實現涼風、取暖、胸皮等多種智能控溫模式 殺菌除滿率達99.99% 高密夾溫層隔熱保溫 現場床墊使用壽命 床墊使用雙溫區獨立控制 深度匹配個性化的睡眠溫度 滿足獨特的睡眠需求 降溫模式清涼送風 散除造熱 取劣模式驅散秋冬寒涼 有助出進血液循環 健康座眠 55度高溫模式主動殺滅細菌、霉菌、滿蟲等 傳統床墊難以解決的痛點 同時可以快速、除濕、胸皮、去除異味 床墊再無健康隱患 愛路士不單實現了床墊一體化 智能控溫的顛覆性創新 更重新定義了睡眠 為用戶提供真正健康舒適的睡眠體驗 Hello 大家好 Hello Louis 王總 你是在深圳嗎 是嗎 是沒錯 深圳 那旁邊是超哥 Hello 我先介紹一下 黃總大家都認識 我們管家王老總 經常出鏡 超哥是我們共享旅居的老總 共享旅居營運 那邊是超哥的部隊負責 現在深圳 你去深圳 現在疫情的情況如何 好一點 有零聲望例 但好很多 解封了嗎 可以解封了嗎 可以解封了 深圳之前不是封了七天 封了七天 現在基本上都解封了 即是你正常上班 現在是廣州比較嚴重 上海嚴重一點 目前是廣州還好 廣州還好 廣州還好 最重要是還好 沒事 好了 今天我們拍了一段影片 因為我們的共享旅居 推出了不夠一個月 很感謝很多觀眾 不是業主的支持 我們現在的反應很好 也有很多 不止很多來放盤 也有很多已經租出 我看到 是啊 博士你有先見之明 推出這個共享旅居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有些客人 之前是因為自己隔離過來 因為你知道現在香港疫情 這麼反覆 基本上就自己隔離租 其實有部分 早些之前跟我們托管 其實已經租了 有些是租一個月 有些兩個月租出去 已經是 哇 我真的 博士因為我在香港 就知道了 因為現在很多都 因為政府到今天都未公佈到 即是說什麼時候會開關 遙遙無期 實在太多香港人 現在就已經是 有些隔離當中 有些已經排隊隔離 你知道是劉遠芬嗎 劉遠芬都 現在我們裝修去七七八八了 劉遠芬都已經排隊 就7月隔離過來 跟她老公 個個都排隊過來 因為現在內地的酒店政策 即是隔離政策 就是14加7 即是有七天 如果大家在內地的城市 即是大阪區城市 如果你租到一些樓來住的話 其實就可以 那七天就不用住酒店 就住一些所謂的共享單位 所以剛剛我們都叫吃正條水 哈哈哈哈 而且甚至有些不只是那七天隔離 有些就進去收樓 你剛剛收了樓 可能有些裝修還未裝修完 有些傢俬還未到 有些傢俬還未到 很多東西還未準備好 還未搬到深愛的單位裡住 他們都需要臨時在城市租個地方住 那我這個共享旅居真的適合他們 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推出這個共享旅居服務 所以很多的客戶都還未清楚整個營運 我見你們收了很多電話 今天我們拍這集 我們就想清晰地告訴大家 共享旅居是什麼 其實流程是怎樣 首先大家共享旅居 第一就是你本身在內地 即是大灣區 暫時我們是三個城市 中山、珠海和紹興 因為這個三個城市 我們都有我們管家王自己買回來的店 我們自己有我們的管家王 所有我們的員工都在這裡 清潔什麼都有 所以我們這三個城市 我們都要提供共享旅居 但其實我們下一期 下一期我們將會是這個 高門和衛州 所以如果有高門和衛州的客戶 都想讓我們的共享旅居 稍微引來一下 OK 那現在我們首先講了 中山、珠海和紹興 而且這三個地方 就真的很多 現在共享旅居 即是香港人隔離了進去 很多都是在中山、珠海和紹興 這三個地方買樓 那這間樓又未收 那所以 即是未能住 那所以很多人 就會租共享旅居 來住一個月 兩個月 搞定那些東西 就回到香港 其實都挺好租 都租得挺快 所以大家就把握這個機會 但是整個流程 今天我們拍這條片 就給大家看 我們爭取時間 不說那麼多 那王總 我們首先給大家看看 我們這個共享旅居 這個程式 這個系統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心機時間 就建立了一個系統 那個系統裡面 我想香港人很熟悉 即是隨時在香港 想到的旅遊網站 租酒店 其實都是有一個網站 讓你進去按鈕 然後你租酒店 選酒店 當然香港的旅遊網站 就沒有放盤 即是沒有放樓 因為那些酒店 通常都是一間旅遊公司 比如在瑞士 在日本 甚至在內地 跟那些酒店簽約 就放進去 但是我們這個系統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系統 就是給我們的業主 給我們放樓 那整個流程是怎樣 今天我們示範一次 好嗎王總 麻煩你了 現在我首先示範 就是我真的有一層樓 好 現在我想進來你共享旅居 那我跟你搞定 一會兒我們會有個流程 告訴大家 譬如我又有傢俬 皮鋪 毛巾 繁肩 齊塞 那現在我真的想放進去 我們的平台上 開始分享出去 希望有人租我的單位 就像剛才那些 租我一個月 租我一個星期 租我一個星期 做什麼都好 旅遊都好 什麼都好 那怎樣放下去 不如王總做一次流程 給大家看看 好啊 現在我們就假設 這個客人 譬如博士你這邊 已經把房子交給我們 所有的已經準備齊了 那其實呢 準備齊了 我們會上去 這個美業上 幫你拍一輯 帥氣的照片 幫你編賣圖 帥氣的 之後呢 我們就會放進我們的後台 那阿超你介紹 我們那個 共享 好啊 那我想問這個 共享旅居 我們這個系統 是屬於什麼程式 小程式 小程式 現在是小程式 遲些我們會有網頁版 會有APP 全部都有的 是 網頁版和APP版 將會出來 那如果小程式 香港人 香港人不太熟小程式 是 那因為大家 坦白說 大家可以進去內地做 內地旅居 那當然小程式 大家都會學會怎麼用 不如我怎樣去用到的小程式 我想這個最基本 你要先講講 好啊 那現在我們共享個屏幕 去看看 稍等 小程式是放在微信裡面的 小程式是微信裡面的 小程式是微信裡面的 那我如果要下載的小程式 是怎樣下載的 不用下載的 直接搜就可以了 搜就可以了 搜就可以了 即是說我搜完之後 我就放了這個小程式 就可以在我的微信裡面 在微信裡面 一鍵小程式 就是這個微信裡面 有個小程式的欄目 就會放進去 博士你現在看到嗎 是的 譬如我們現在搜 VPLUS共養女居 你搜 搜之後 我們就進入了 VPLUS共養女居的小程序 嗯 都挺帥的 是的 哈哈哈哈 你看到上面會有一些 不同的房間 譬如這樣的話 就 小程式就這樣搜就搜到了 基本上你有微信 基本上就搜好出來 也不用特地在應用市場 那邊下載的 也不用的 總之微信搞定 沒錯沒錯 好 即是說我們這些觀眾 現在立刻手上有個電話 立刻都可以在微信的 小程式那裡 立刻都可以這樣做 即是立刻可以拿到小程式 來看看 是 玩一下就可以了 沒錯 沒錯 好 大家如果看完這條片 大家進去試一下 欣賞我們的小程式 嗯 好繼續吧 黃總 好了 我們剛才說到 如果它是 即是現在我們是 搞定了這間屋 搞定這間屋 我們是要幫你擺後台的東西的 那擺後台的東西 其實我們有一個總端 到時幫你擺後台 擺相片 就會顯示在這個小程式上面 那現在譬如我們舉個例 我們唯一間給大家看一看 好啊 那這個呢 這個新力翡翠灣呢 就是之前就有位香港朋友 就過來隔離的 過來隔離的 那這個已經租出去的了 他已經租出去 那現在呢 這些就是我們那些 擺了那時候 等等 其實新力翡翠灣做隔離 真的挺方便 是 因為我那間 我是不是有一間新力翡翠灣的 是 其實我已經有超過六 應該六次 就是我那些朋友隔離過去 就拿來做 包括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Stanley 陳律師 是 都是那個七天呢 都在我這裏過的 是 其實挺方便的 是啊 那博士就看到了 那第一個呢 我們會第一個加仕 我們全部都搞定了 那之後呢 我們會幫你拍攝照 那還有我們 這些照片就幫我拍的了 好 那其實下面這些 其實相關的資料呢 那基本上呢 我們都幫客人搞定的 比如客戶間界 入住政策 那對應 就是你的客人 你有什麼需求 你覺得 譬如有些PS 一定要注意我們的家具 藏務整拿 那其實我們這些 都會按照業主的需求 幫你放上去 總之呢 我們就負責在整個的營運 清潔管理 是 就是這樣說 相信我們V家 相信我沈博士 是 沒錯 那基本上你交換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會 還有呢 我們有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你出租多少呢 其實是你自己訂的 就是業主自己訂的 就不是我們訂的 譬如現在288 或者我的房子更好一點 方向更好一點 或者家庭更好一點 我租380都可以的 是嗎 沒錯沒錯沒錯 那你也是訂的 其實有些客人說 不是哦 博士我這邊想租你3個月的 你這邊多少錢啊 那其實都可以 我們都可以幫業主協調 譬如你3個月你想打個8折 這樣說 那多少錢 那我們後台就幫你調一價 那月主就直接在這個後台上 給錢 那之後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價錢 就是日租的 但是如果真的 大家租長期的 一個月以上的 就可以跟你聯絡 就好像我們租酒店都會 我也會 我都會去前台那裡 喂大哥我租多幾個禮拜 你算我便宜一點 是 即是可以談 那我們做個中間人 是嗎 是沒錯沒錯 譬如現在博士 你有自己很多的隔離群 業主群 有些客人對有需求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根據業主 會聯繫業主 譬如我們中生有一間旅居 你認不認識 那業主出價大概多少錢 那我們會幫他們宣傳這件事 總之務求就盡快 希望和大家租出去 不要浪費了單位 是沒錯沒錯 那我想問你們的清潔 我們的清潔是多久清潔一次的 清潔其實是這樣的 我們清潔的物件是 你住進去 你每次check out的時候 我們就幫你清潔一次 譬如客人 我住三天 我住三天的 就是你check out的時候幫你清潔 你住一天的 之後那一天 客人走了 我們都會幫你清潔 check out的時候 我解釋一下 因為住共享旅居 就不跟住酒店 住酒店 你知道因為時間比較短 可能住一天兩天 有時候都會搞到 間屋亂七八糟 所以酒店很多時候都需要 每天的清潔 不過現在大家住過 譬如日本的地方 酒店都有的 即是說 如果你不需要清潔 你掛牌門 我們叫環保 不要每天都撿皮 換枕頭 即是不環保 所以我們都響應 一個環保 二來來說 就是希望大家成本低一點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 你住完之後 我們一定會幫你做清潔 所以我們就不會天天清潔 當然如果黃總 如果我 但我不是 我真的有潔癖的 我都要天天清潔 可以嗎 可以的 其實我們會根據這個業主 譬如你業主這樣說 你業主自己過來住 我們住滿七天 就會額外送一次清潔 嗯 譬如我現在住了七天 之後我們又額外 即是你中間 我想第三、第四天 我想再做一次清潔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好 這樣就 很簡單易用 如果這樣 是 我 如果進去 我需不需要做個登記 那樣東西 其實你進去的時候 他會邀請你註冊 用你的手機註冊 那手機註冊之後 他就會 根據你的流程 他會用你的手機註冊完這個帳戶 之後 你就可以做一些 對應的落單的操作 那我問開就對了 那如果用手機註冊 香港手機可以嗎 香港手機可以的 現在沒有問題 即是香港人使用這個系統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 沒錯 那我建議觀眾 如果看到這條片 大家登記了去 沒有免費的 不用收錢 登記進去 即是先預定位置 OK 還有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原來有這麼好的服務 給大家 共向旅居 好了 放盤這裡說完了嗎 嗯 差不多了 是的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 大家不要想到很複雜 好了 那倒轉了 有人放盤 我們都希望多些人來租樓 那如果我想來租樓 那等於現在我在香港 找那些旅遊網站一樣 我想看看究竟有什麼分別 好嗎 你們做一次 如果我想找樓居住 又怎樣呢 好 那阿超你在哪裏操作一下 那個屏幕 嗯 就好像現在我們找 珠海的房 不知道為什麼 珠海這裡 有這個房 有提升民宿 這裡的進去 然後點茶康 博士已經看到 這裏就會顯示滿房 是什麼呢 滿房就是因為有部分客人租了 兩個月之後 我們後台的系統 就會幫你處理所有的滿房 是的 那我再講清楚 我們共享旅居系統 我們又不屬於酒店 但我們又不屬於那些長期租客 OK 我們做一種叫旅居 旅居是一些叫短旅程 譬如可能7天那些 譬如用來做一個家居隔離 又或者是一兩個月做一些所謂 即真的過了去要住兩個月 那這些其實用我們共享旅居系統 非常好 而且在市場上是沒有的 如果大家進入的一些內地 或者外國的網站 他們多數都是一些 要不就是酒店式 要不就是那種長租式 那我們這種是中間來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市場 也挺大需求的 如果大家需要 過到去住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或者住一個月等等 因為我之前有相當多的觀眾說 博士我想兆興 你已經有很多人留言了 我想兆興啊 博士有什麼介紹 我在哪裡租樓住啊 接著呢 博士又說 你介紹租樓那裡要我簽一年約 大哥我住兩個月而已 那不關我事 因為我不是業主 我都沒辦法叫那個 不關你租給我 那個老友粉絲 兩個月不行的 這個其實也是因為 有很多這樣的觀眾 有什麼需求 我才知道 原來真的有什麼需要 所以我就建議 黃總去建立這個系統 做這個 做多一份生意 可以這樣說 也可以幫到大家的 OK 對的 因為如果這樣 大家有時候進去見租了 你不要稀奇 就說 是不是啊 真正假的 最多兩三個月被人租了 整個月兩個月禁止 其實因為很多進去 就是真的租一個一個月兩個 這些比較中短期的租務 OK 好 繼續啊 黃總 之後呢 譬如我們 點完確定 我們做一個測試的房 你可以選擇一個入住日期 當你完成了這張單的時候 我們是顯示一下 因為這是測試用的 到時你可以看到 你給了一張單之後 它會有一個密碼的 這個密碼 譬如租客可以跟進去 反對的密碼 然後就進去 即是你每一個共享旅居 都有一個密碼鎖 只要他給了錢 他真的要租這個 就有一個密碼 去到按密碼就搞定了 沒錯 還有這個密碼 可能有些 有些觀眾問 這個密碼讓他知道 會否很危險 其實不會的 他檢查的時候 這個密碼就會自動失效 自動改的 沒錯 我提醒大家 其實用密碼很普通 因為我以前都住過 全林小鎮 住過很多分享的公寓等等 其實密碼很方便 因為密碼 譬如我和我女兒去住 有時候可能女兒去玩 有時候回來 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用房卡 就說我房卡只有一張 我代了之後 別人就上不去 那密碼你可以 女兒我給你一個密碼 諸如此類 其實密碼更加方便 好 夠現代化 繼續 沒錯 基本上就是 他的客人入住完之後 入住完檢查 其實我們的檢查 之後我們的服務是什麼呢 就是會幫到業主去做一個清潔 對 清潔完之後 你的房間在上面 就會顯示那段日期 譬如沒有人預約 就可以再預約了 這樣 我先說明 為何中山 珠海和紹興 因為這三個地方 都有我們自己的管家王的團隊 團隊裏面 包括清潔 消毒等等這些部門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自己請的員工 所以有很多時候 大家如果內地有經驗 就擔心 有時候亂交給一些營運公司 可能 那間房子交給他們 不知道我們搞什麼 自己住也行 或者搞得骯髒 因為我們為何要自己的團隊 因為全部都是可以信靠 而且我們要監管 好像阿超哥 監管他們的服務 清潔等等 各方面我們要管理得比較好 這是我們的質量的保證要求 服務的保證 好 繼續 那我想知道 付錢怎樣付呢 付錢的話 就直接通過微信付 微信支付 是的 如果我沒有微信支付 有沒有可能可以付錢 現在我們是直接用微信支付 未得過我知道 我特地問的 現在只能夠微信支付 是的 但是我們未來的系統 就可以什麼支付都可以 以後全部都是支持 因為這是Warsen1 第一個功能上 我們正在測試 後續的 比如網易放 沒有問題 一步步來 一步步來 明白的 不要緊 其實其他 因為系統剛剛出來 都需要時間去一路改善 大家 就算 萬一有什麼流程上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人手操作 比如人手收你錢 是沒問題的 最重要是幫助大家 租樓 和放樓 OK 不錯 如果這樣 還有其他功能介紹嗎 目前的功能大概是這樣 好 其實我們的APP 和網上系統 一直在建立 更加完善 只要一圖 和觀眾見面 為什麼我們這麼急 都會推出一個 不如這樣 暫時把這個系統 叫做 一個初級版系統 還有一個高級版 高級版更加完善 因為現在市場需求很大 大家看到樓一放都很多人不租 所以我們就不等了 OK 先營運住 希望能幫助多些 因為很多業主 最近收了樓 就浪費了 因為天天放在這裡 又不能住 大家記住一件事 其實共享旅居的概念 就是你不租出去 你可以隨時不租出去 然後你隨時自己住 這個就是優點 OK 其實上次我們出了介紹之後 就有很多問題 不如趁現在時間還有一點 我們回答一些問題好嗎 我問你回答 黃總 因為觀眾留言給我 V家共享旅居和坊間的 托管公司 有沒有不同 托管公司 如果大家有看我拍的影片 很多時候 很多地產盤都會說 你買完樓之後 有一間托管公司 例如十里人灘 都有很多托管公司 給大家選擇 以前我也有介紹過 我們跟托管公司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點 我們首先要說清楚 其實我們這個旅居平台 並不是托管 和坊間的 我們不是托管公司 為什麼呢 我們是一個平台 給業主 自己 譬如我想把房子自己上架 自己下架 因為博士你也知道 其實坊間很多托管公司 一跟你說 一簽就簽你三六五年 我們不會的 基本上我跟你簽一年 你可以隨時 不是啊 我覺得現在共產旅居 我想以後自己回來住 我不想再擺上 你可以在這段時間 隨時跟我們說 申請落架 就可以了 沒有問題 我們也不會說 第一自由度大一點 沒錯 第一自由度大一點 第二 怎麼說呢 第二 我想說 就是不會鎖死你 幾年 如果托管鎖死了之後 你要註分自己 最主要大最大分別 其實黃總 可能你不知道 我的業主心態 因為通常 基本所有的托管公司 你想住回自己的房子 大部分都住不到 譬如我今次來十里人攤 我想住回我那間 通常都未必會 因為通常托管都說 會一年送回幾天給你住 未必會住到你那間 但我們這個所謂共享旅居 你是一定去住回你那間 可以這麼說 除非你貪得意我想住在別人那些 又或者 我的房子去中山 我真的去兆慶旅行 可能住回兩個禮拜 那你就租別人那些房子去住 這個自由度是非常之高 好 沒錯 還有通常托管公司 就是還有很多條件 可能要你買一些比較昂貴的傢俬 又或者一個分成等等 可能很多比較硬一點的條件 形成到大家放樓時都挺大壓力的 就是都要想 我簽不簽給好呢 那我們其實共享旅居 V加共享旅居 我們的出發點都是 令到大家很輕鬆 即是不要浪費的情況 即是說我原定房子都在 我原定都要買一些傢俬 放在那裡 那我為什麼不買一些 適合去共享旅居的傢俬 等等用品 那我又可以 喜歡的 我又可以租出去 我又不喜歡的 我又自己住 是吧 所有事情就是你自己控制 你自己管理 我們只需要做好一個 做好管理 做好清潔 做好大家的錢銀交易 我希望做到這樣 好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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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主如何知道 當然 共享旅居 就說 是不是我什麼樓 我什麼樓 我給你 你都收先 給我擺上你的平台 王總 其實不是的 第一個 另一個 可能有部分的業主 未具備一個出租條件 舉個例 譬如有些 我們說的吉隆 裡面沒有傢俬 其實如果 沒有傢俬 其實都難的 所以其實 我們會 譬如業主 你想用我們服務的時候 我們會上去 幫你做一個評估 就是我們收回 百五元之後 港幣 就幫你上去評估 你這個物業究竟缺什麼 會出一份報告給你 給業主 譬如 博士 你這裏可能欠熱水爐 這裏可能欠三花 要更新 那這份 給你這份報告 博士 你業主 就自己再自行想 原來這裏我欠想到 那我 需不需要再放回去 這個女居 又說我不放 其實這裏都是由業主定的 但是 我們會出一份 給你這個評估 就是我叫金心命底 我們不會逼你的 不會逼你的 沒錯 沒錯 因為我們不是在賣樓的時候 我不是在你賣新樓的時候 我們就 要你簽合約 要什麼 現在你已經買了一層樓 所以你喜歡參加 不參加 就是你自由的決定 沒錯 而且近期也有很多 近期也有很多 托管公司 真的走了 我們都處理一批 業主的問題 都相當煩 因為有時候收了裝修費 又走了 又是給了裝修費 接著又獲物對版等等 所以 沒辦法 我們現在都推出 所以說這兩句 始終都是希望給大家 有一個信任的平台 好 各位觀眾 業主想知道 怎樣才符合相價的標準 這個問題又問得對 因為 還有一件事 除了你說 有些沒有傢俬 因為我們 我們做一個中間人 可以這麼說 一個中間平台 要保障兩邊 如果大家 你的物業本身 你的傢俬 或者配套的東西 就是有問題的 譬如很舊 或者沙發都正確實行 我們真的不能夠 擺上我們的平台 因為這樣 只是做壞的招牌 我們不要介意 不是有什麼 我們都要收 所以我們是會去考察一次 因為 我們看我們怎麼知道 你肯定跟我講 什麼都說最好 慢慢我們租出去 客人來拿房間 走進去 說博士寶 你拍照又這麼漂亮 想到沙發又爛的 雪櫃又不穿的 冷氣又沒有 這樣不行的 所以我們不想有些增壓 所以我們是需要 做一次想壓標準的 我們叫做檢查 黃總 你解釋一下 什麼叫檢查 其實我們這個 因為涉及到這個事業 的任令成本 和車費 其實我們都是收個基準 車錢也要了 85元大哥 真的基準 基準費用 上去之後就會檢查 你符不符合 譬如你水率好不可以 駕駛好不可以 乘設檢查完之後 會給業主 還有報告 還有報告 還有鐵炎柳 有報告給你 譬如你把沙發不行 或者你沒有熱水爐 我們會列出來 之後報告就告訴你 你這裏就缺一二三四樣東西 那業主可以根據這個報告 你可以自己去添補這些東西 也可以找我們添補 不要緊的 甚至你看完一份報告 我覺得 那麽麻煩 我還是不搞 我不放上去 我們共享樂居 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自主性 和所有都是交給業主自己決定 好啊 這個是很公道的 一來 85元不是多錢 二來我們有個報告給大家 那什麽叫報告呢 就是說你這個酒店房 即是符不符合 即是我們的酒店客人的居住 即是剛才所說的 水電等等 你全部要開通 即是開通到 不會有壞 那麽我們會和你做一次檢查 其實真的順道 你找人做檢查 你在香港找人上門都收三個水 哈哈 冷氣機 你找人上門 大家香港人都知道 上門 整不整 我整天上來看都收你300元 那坦白說 我們V加合情合理的 85元 不過 如果是V加的業主 即是幫V加買 驗樓收樓 就是不用收 V加什麼情況 隔客戶什麼情況 是不用收的 不用收 譬如是用了我們管家王相關的服務 譬如之前是經我們做收樓宴 或者買傢俱 那基本上這些 即不是V加買樓就不用收 而是找了你們做收樓宴 因為你們有和他 去整個房子 是吧 是 那就不需要再整個一次 因為你和我們買傢俱 和我們收樓宴 我們肯定知道 你的房子的質素是怎樣 那就不需要再再上一次 所以我們 我們絕對不是賺這些錢 即是百多元 都賺不到什麼錢 如果大家連85元 都不想付出去做這個檢查 那就算了 OK 大家也不需要爭 OK 另外 如果真的 你檢查完之後 付了一百五元 真的達不到標準 可能我的房子都買了很久 那就不要浪費 不過可能有些傢俱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些傲懶了 諸如此類 那怎樣做 你怎樣幫到我 但我也很想租出去 不要浪費 可以怎樣做 那譬如你現在缺了一些東西 你缺了一張梳法 你可以說自己配一張梳法就行 或者你可以跟我說經管家王 配一張沙發給你 也可以 總之你缺什麼 譬如你什麼 你可以找第三方做收 我們自己找管家王收 也可以 最好我V加摩 什麼都可以賣 筷子、碗、碟都可以賣 找我添加 其實外出買 不會差不多價錢 只是質素問題 但我們不會強迫 不會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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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 好了 如果整理完之後 是不是還要再上一次檢查 是 做完之後 我們會上去再檢查一次 即是如果那些東西不是幫我們買 如果你是找我們 可能你檢查完之後 咦咦水喉壞 我找人弄了 弄完之後 旺總可以了 搞定了 我租出去 不行 因為我怎知道你真正假呢 我還要再上一次 檢查到沒有問題 我就幫你放 如果大家不想付這些錢就算了 我們也不是無緣無故的 我都要找人上去檢查 當然 如果你找我們收 和找我們搭配 第二次上門檢查 是否不可以了 因為你會經我們 好 好 好了 保險問題 這牽涉租屋 保險怎麼搞 很多人都問 這個很多人都問 保險 保險 其實我們建議業主 在 保險 內地的平安保險 或者太平安保險 在線上買一份 我們所說的房屋出租險 基本上就可以了 李主先生 你是說業主放樓買保險 就是客人來租樓買保險 業主放業主買保險 保險 萬一一間房租出去的時候 發生任何的事 都會保障業主自己 是不是 發生意外 或者什麼 無緣無故租樓 賺幾百元一天 不要以為 哈哈 即是有什麼希望上身 是對的 買保險 其實這個很普遍 因為以前我們是搞看樓團 看樓團 其實每一位參加看樓團 跟我們回大陸的團員 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是 通知自己買保險 我提醒 不如我提醒你 你不買 萬一有事就真的不關我的事 我提醒你的時候 我們都有證據 即是我真的提了你 你不買就不關我的事 你自己買 不過通常 這個人就不要省 好 好了 物業上架之後 有沒有保底租金 因為很多托管公司 都說 上架有保底租金 有沒有 我們沒有保底租金 因為其實我們 並不是一個托管的性質 我們這個自由 給業主和客戶 自己交易 自由交易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 一個保底的租金存在 沒錯 講明我們不是 管那個什麼托管 我告訴大家 其實最近也有些人留言 因為最近在內地 大灣區都發生了很多很多 YouTube都看到 很多些什麼 又說什麼保證租金 我突然有些觀眾留言 因為我有時都進去 什麼大灣區還服裙的 直接說99% 包租99%是騙人的 所以我們不想搞這些 還有坊間的托管公司 因為坊間的托管公司 有個問題就是 很多人會跟你說 一定要經他那裡買傢俬 還有他只有一張 領域給你 有部分坊間的托管公司 他連傢俬什麼樣子都不會給你 當然有些給有些不給 站在業主角度 其實當你交了這個樓上 你究竟有什麼 其實是他自己的心裡 誰都不知道 其實我都說說 這個其實是縱服位 其實我香港電台的時候有說 縱服位我們內地叫套路 套路是什麼呢 就是他跟你說 我有租金給你 就令到你去計算機出來 我兩年有多少租收 三年有多少租收 然後你就覺得 我拿5-6萬元出來買傢俬 你計算完那條數 也有花算 我可以翻本 賺了一些傢俬 其實是一個套路來的 即是說 你的傢俬一定先給錢 買了先 但是他不是真的 他說所謂的保證租金 一定交到給你 他一拍拍就能走 你知道那些不是香格里拉 不是街市酒店 那些ABC公司 是什麼公司 什麼老闆 什麼員工 全部都不知道 甚至很多根本就是空殼公司 他們說 他們在內地有時候 下面那些樓盤底下 租一個位 一分鐘的臨時租1,000元一個月 他收十宗八宗 他也收幾十萬 傢俬費回來 所以為什麼要走路 其實這些叫什麼 恩財失意 就是被他們太吸引 無端收了幾十萬回來 我又不認識你 我就說再見 所以最近很多走路 大家真的千萬要小心 所以今天這條片 就算你不是說 一定放給我們V加 其實這個 大家都是一個知識 近期一些比較新的 一些陷阱和民眾服務 我們共享旅居 我就不搞到這麼複雜 不要搞到這麼大壓力 大家自由度高 就是你喜歡放 放多少錢都可以 我們只不過中間 就賺一個服務費 差不多賺一個清潔費 我清潔都不貴了 三個一天 我阿華 找一個我住 翠茜香山 我找個阿姨上來做一次清潔 都要收了三百 所以剛才我開 我就問清王總 你是三十 一天 一天 妨礙證券 真的相當值得 因為我們自己的職員 最重要是 成本比較低 那業主所收的租金 需不需要交稅 是要的 國內是要收回你那個 百分之二的稅 嗯 我漏了一個問題 你講講 如果我放樓 那些租金怎麼分 即現在你沒有擔保租金 那我究竟怎麼分成法呢 租金呢 因為剛才我們說了 這個租金是業主自己定的 譬如如果我們是七三分 即是業主是七 我們是三 那舉個例 如果你是一百元以上 一百元以上 譬如我現在兩百元 剛剛兩百元 那七就八四元是業主 那我們就拿六十 但有些客人朋友說 不是 我想找兩天做出銷 我想一百元以下的 那一百元以下 其實都可以的 沒問題 但一百元以下 我們會收回一個固定的三十元 一入那個 那個叫做 保證價 因為譬如有些客人 我想租五十元 起碼都有三十元 大佬 是啊 因為有些真的 喂 我不想浪費 五十元我租 那我不會阻止你的 但起碼我起碼有三十元收 大佬 三十元而已 不是 阿黃總的一班 即是開飯 對不對 好 那多久計一次 你說指那個是那個 那個數 七三 七三分成那個數 是 七三那個我們是月結的 月結的 OK 好 因為有時候不知租多租少 好 那 其實有個客人問 為什麼要收三成 我想這個不用解釋 是吧 我們再雙元雙三成 我們已經算過了 我們又要系統 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整個系統都幾十萬 多少次 殺二十萬三十 是啊 不少東西 其實都很痛 好了 剛才說了稅金 稅金是2% OK 即是一千元就交二十元 OK 那就清潔多久做一次 清潔多久做一次 以及如果長租 是不是每天都會有清潔服務 你要解釋一下 清潔呢 清潔就是這樣的 清潔我們墨型 是你check out的時候 就會幫你做一次 當然 如果譬如是業主 你自己回來住 不是啊 我想住一個月 這樣 其實呢 你每住夠七天 我們會免費送一次 我們說的 酒店清潔 幫你還備單 或者是 譬如現在 阿博士你回來住七天 你回來住七天 你可以在住第三天 或者是第四天 提早跟我們說 我這邊想做一個 清潔 那你住滿七天 我們就送一次清潔 清潔完這次 等你七天 check out之後 我們會再幫你做一次清潔 解釋清楚 我不想大家誤會 是的 總之我們開三十元一天 但不是代表每天都來清潔 我們是頭一天來清潔 和每一天來清潔 譬如你住七天 七三二十一 你就要付二百一 就要付二百十元 我們是頭一天 和每一天來清潔 那那個每一天來清潔 是否已經叫做加多 就是送一天 就是你check out那天 你去清潔 頭一天其實是可以理定的 因為你住的時候已經乾淨了 你上一手已經check out 我已經幫你清潔了 明白明白明白 好 如果大家不明白 可以再詳細問清楚 那就 租金就自己定 大家不用再問了 定價自己定 黑戶如果自己 如果自己住 我剛才說過 我自己住 我又想你們幫我 就是管理 清潔 因為我自己住 可能我都會過來住 兩個星期間 可能回香港 那會不會由家屋 七八租 那怎樣計算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你是自己住 的話 如果住滿七天 我們就可以送一次清潔 OK 那其實在你住的一天 你住的時間 我們只會收回成本費用 就是三十元一天 就是如果你自己住的情況 那其實不是一個星期 就兩塊一 OK 那差不多時間關係了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大家看看 那就差不多了 OK 那不如最後 黃總你說一次 如果我想放一個物業 你們的流程是什麼 那再最後再說一次 好 那黃總 給大家看一個流程 簡單說兩句 大家很簡單 整個流程表在這裡 大家慢慢看 如果有不清楚 當然可以找我們 V加管家王 找黃總 找共享女居我們的同事 是 沒錯 那我這邊就簡單說一句 時間關係 第一對 你可以聯繫我們現在 影片下方的 我們所說的工作人員 之後就提交相關資料 譬如房產證 合同 發票 審分證 包括期望租金 之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會對業主的物業 百五元 就是剛才所說的 之後就會做出一個 叫做審核的報告 就是檢查究竟符合條件 以及不符合條件 我先說不符合條件 不符合條件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我們會根據這個報告 你缺些什麼 我們會建議你怎樣收復 你可以找我們收復 找第三方收復 也可以 之後 就再 搞定完 我們再翻出一次 沒問題之後 當你達到一個 符合女居條件的情況下 基本上就可以安排 買一些我們所說的 家屬 譬如你想經過我們 我舉個例子 譬如它是家屋 家屋就經我們買 買了家屬 買了我們後面的電子鎖 那寬民套餐之後 我們會為期大約一個月 準備這些相關的物料 我們所說的 譬如說床單 被鋪 具體套餐的詳情 可以連繫我們的工作人員 它會有一條連結 發給大家 上面有詳盡的解釋 一個月之後 將所有東西準備好了 床單被鋪 家屋 鋪鱔鱔鱔鱔鱔 包括我們所說的 牙刹 一次性用品 全部配置之後 我們會安排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專業的攝影師 幫你拍照 以及後期 幫你製作一個 優化你的圖片 為何要做這一步 就是因為 部分有些業主朋友 他的屋子 可能燈光不會太好 或者有少許 我們會適當幫你 優化這圖片 這個為期就是一個星期 所以跟坊间不同的坊间 可能每年都要跟你说要45天 或者是更长时间 去做一个所谓的宣传期 两个月,其实我们不会的 基本上我们预计一个月 零一个星期,我们说五个星期左右 就全部搞定了 当搞定了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你的物业 上传的资料,相片 编辑的相关资料 包括你对租客的要求 例如会不会有特殊的要求 我们会编成一个资料 上传到我们这个平台 之后就可以正式开始出租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流程 好,谢谢你 欢迎大家大湾区的业主 不要浪费你的房子 欢迎大家将你的物业 放入这里,收回租金 现在有很多需要 进入内地居住的 旅居的短时间 又或者是要家居隔离的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网上 订订房间,订订酒店 当然大家肯定有很多问题 我们还未解答完 大家在这条影片下面留言 我们管家王有很多同事 共享旅居的同事在里面 大家有问我们必答的 还有我们下面有个联络的电话 大家也可以直接带来咨询 好,今天整条影片 都是说共享旅居 我们V加最新非常好的产品 来帮助大家将屋租出去 也帮助很多我们的观众 进去大湾区旅游的时候 多了这种真正的房子的体验 希望大家能够帮到大家 好,谢谢王总 谢谢阿超 继续努力 好,下一集见 拜拜 拜拜 拜拜